世界日報在顧比蒂諾市紀念公園 舉行了一場母親節園遊會 今年的園遊會分為六大主題區 搭配了各式活動攤位 主舞臺表演 道地風味美食及養生蔬食 料理達人大賽等 約有數千人 是趁著假日到場同歡 一同慶祝母親節 艷陽高照的好天氣 戶外園遊會人山人海 這場母親節園遊會 吸引上千僑胞 席家貸券 共享盛舉 現場不但有台唐 蘭花展銷會 吸引熱愛園藝的民眾購買 更有兒童繪畫比賽 每一幅作品高高掛在現場 隨風飄揚 場面熱鬧滾滾 當天包括庫比蒂諾市副市長蒲仲成 市議員張昭富 夏夫 駐舊金山辦事處長馬忠林 副處長李銀鑫 喬教中心主任吳玉華等人都熱情參與 我們舉辦這個園遊會的目的 其實一方面為了要宣揚我們的中華文化 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樣的活動 能夠促進各個族一 透過這樣的平台大家可以互動 交流 世界日報成立已經有41年 我們每年舉辦非常多的活動 像教育展 像母親節園遊會 像我們中秋節我們也有園遊會 所以都非常希望大家一起來共襄盛全 世界日報在庫比蒂諾紀念公園 已經連世18年舉辦母親節活動 蒲仲成副市長肯定雲遊會 已成為社區重要的年度活動 林鑫副處長肯定世界日報成為灣區 華人新聞資訊平台 也促進社區融合 為了讓華裔子弟認同中華文化 親子互動區內還有布袋戲木偶展示 養生蔬食料理大賽 豐盛的餐點排開色香味俱全相當引人注意 雲遊會親子區包括好玩彈珠台等遊戲 也引來大批兒童捉對廝殺 主辦單位更貼心安排健檢疫診區 免費疫診檢查牙齒等 照顧僑胞們的健康 最後的民歌回顧演唱會 由灣區知名團體祥英合唱團 為大家演唱一連串經典民歌 活動也在歡樂的氣氛中圓滿落幕 台灣宏觀電視黃本出 美國聖河西採訪報導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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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мик 不會不會開支 давайте 不會不會不會 感谢观看